- 北京时间8月25日凌晨2点30分,新赛季的德加联赛正式开打,节目战由白人在主场迎战获分海姆, 白人在这个夏天并没有漫入任何一名球员,球队基本还保持着上个赛季阵容,尽管白人仍然在德加保持着最高水准,但是在欧洲独坛白人,已经无法提升一流强队之列,罗贝利已经逐渐老去,中场方面比达尔惊下远走巴萨,球队的整体实力不升反降,波兰神风来万多富斯基虽然最重流队, 但也在下窗曝出想要转会的传闻,总体来看,白人目前的左右边路需要重建,罗贝利之后白人需要找到合格的替代者, 霍分海姆上个赛季凭借晋升球的优势排在德加第三位,惊险地拿到了本赛季的欧冠资格,上个赛季的德加欧冠区争夺激烈, 三区球队级别相同,获分海姆仅仅以四个晋升球的优势排在第三位, 上个赛季交手两次双方在各自的主场赢下对手,最近六次交手,白人四胜一瓶一负, 占据绝对优势,从机构给出的赔率来看,主场作战的白人获得绝对支持,部分欧陪给出159的组合, 部分欧盘已经从主盘的球瓣盘抬高到了球瓣两球盘, 本场节目展开好白人在主场取得一场大胜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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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